各位好 歡迎收看《衝勁杯西九龍長浪 千六米才是》 一起步時 毒犯先生彈出三個身位 烏蛇蛇連警棍都掉了 毫無懸念 蛇又做不到事了 看看車子炒得如何 玩光 看不到哪裏 這邊請 我們會坐這位 出動大量警犬 事發在今早九點半左右 西九龍的交通部就在渡船街巡邏 發現這個快餐車司機一路開車的時候 一路用電話 就上去鬥一下他 司機新有市 馬上駕車走路 去到西九龍走廊 新九龍廣場外 就和另外三輛車一起炒一碟 司機就汽車 沿天橋 往葵涌方向路奔 追截期間 交通警的警棍就甩手 跌了在地上 好像跑四成一百米接力一樣 跌了一輛接力棒 那當然是馬上撿起來再追過 警察又不會取消資格 最後這三個人跑入車籠之後 就消失於亡亡人海中 但看過世都知道 那毒犯就成功跑掉了 涉案的私家車 左車車頭和車胎就爆裂 安全氣袋都帶出來 警犬就在車上面 手獲12.5克 市值大約七千一元的華爾冰毒 警方封鎖現場調查 接著又找同伴 緝毒犬出來協助搜證 暫時將案件列作狂亂駕駛 和返運危險藥物 不知道會不會像聖和 通緝六年都捉不到 可能以為毒犯先生 要去兇一下車子 這次要兇一下巴士路 可能會被握頭上岸 捉到他 也沒甚麼特別 等大家一度下 阿蛇 以追查時候的英勇場面 還有看看警戒 多麼英明神武 麻煩觀眾勇一留言 一有新消息再跟大家報道 多謝大家的秘密 喜歡就扔著share 是這樣 再見